第1个议题是我们的SBI SBI的研发补助有两个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帮助我们培育研发的人才 让我们自己公司的相关的研发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服务或者技术可以规模提升 我们可以协助产业可以去做跟国外做的竞争能力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 常常会投入很多的金钱 这些金钱不一定会有很好的产出 所以研发补助是在帮业者去分摊研发的风险 主要是这样的目的 SBI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主要的研发补助总共有包含这五大项 这当然是最主要的 在我们看到SBI的定位 SBI是在你看我们下面的横轴 它可以补助你技术 可以补助你产品也可以补助你商业务师 它的定位在这企业规模它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整个补助金外是占领的 占领补助款的50% 除了我们所说是补助款 是政府补助款不包含你的自筹款 在这个计划呢 它最主要是帮你做创新性跟超越国际 既有水准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半筹 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我们的SBI计划分为两大块 一个是中央型 一个是地方型 我们中卫 这边所执行是中央型这一块 其实地方型也是跟中央型的模式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它会跟着地方政府不同的在产业的发展 它会有多一些加价简简的一些的规伴 那在中央型呢 帮助我们一般跟主题型 只是你两项 那一般型呢 里面会有两种类型可以在做申请 一个是各别的企业在申请 一个是可以找你的伙伴 不可能是法人 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研发单位 或者是一般的企业都可以 所有领域呢 包含了民生化工 包括电子资讯 还有我们的一个 那个 金属机械 因为刚刚有讲到它的伴手有包含服务 所以服务业也在这里面 整个过程你在做研发的时候 如果你有朝向数位化 不会进行排放 这会是你们架构的一个项目 那整个计划是在做技术跟服务商的一些创新 这个计划呢 是谁到谁受理 你只要提出来 它马上就要安排做审查 不是做批次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架架构 它整个架构是在做三件事情 再一个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我们的Face One 掀起的研究 跟掀起的规划 这是我们在业界很多的 很多业司 他们常常会在研发过程中 我有很好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 我怎么落实到后面 让它研发出来 那研发出来之后 我怎么办它商品化 所以如果你还存在 只是在构想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Face One 这个研发的金额 它最主要是透过一些小规模的 一些的数据 和一些分析 让我知道说 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 在未来我的财 我的市场上 是不是可以买得出去 是不是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只能个别申请 就是单一家列子来申请 它主要是每案是100万块 100万元 申请它的 之前期限可以是六个月 再来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阶段 是Face Two 其实我当第一阶段 Face Two 的构想已经很明确了 而且我知道它产业 也会有效益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阶段 针对它这个产品的 生产方法 它的服务的机制 或是产品的研发的 这个机制来做研发 它甚至呢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帮你做一些适量的小生 适量的一个批制的生产 让我知道说 我这样的一个研发过程 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很顺利 在制程当中 可以把它我们整个制作出来 那这也分为个别申请 跟自体联盟的这个方式 那个别是100万元 那它的执行是六个月到两年 这联盟型呢 就是上限是 应该是三千万元 也是从九个月到两个月 可以做执行 我在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在研发过程这些 我的机制都研发出来了 那我开始要让它商品化 那这商品化我该怎么做 我就会帮你们去做工程化的技术 或是工业技术 等等这些技术的一些的规划 帮你们导入 那你出来可以让这个产品 可以做商品化 那这一个个别申请的案件 一件是五百万人 那如果在这一面 一件是两千五百万人 在我们的计划书里面的附件里面 它会有一个叫做计划特色表 所以你还把这个计划去填写 让人也知道说 你做的这个研发计划 确实是跟所谓转 跟进坦白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经费怎么编练呢 经费费呢 我们把这六大项 第一是人事费 人事费呢 是在你的计划总比费的百分之六十 这边写的是唯一原则 它不是上线 如果你有超过六十%以上的话 就必须要蓄名理由 这个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是你的研发 这里面的研制人事费 若边内研发人员的金费 这个人员研发人员必须要有 劳保的身份 一定要存在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我们的消费器材 跟原材料的费用 它占计划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整天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这里面 那再来是设备的使用费呢 那使用费呢 就是大家注意一点 是红色的那个字 你必须要在会计 会计师签证上 或者是你在你的税务报表上面 有财产登记的这些设备 才可以编列这些设备的使用费 包含你现在有的 或是你要新购的 或是你租了的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编列在财产的目录上面 那第四个是我们的维护费 就是我们的设备里面 有可能维护维修的这些费用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不能编列的 就是你的购买一年内 还在保固期里面的这些设备 是不能编列的 原因是因为保固期是不用 付任何费用给维修的单位 所以既然没有维修费用 当然不能编列在维修费里面 那再来技术移转费呢 部分两块 一块是我们技术移转 它移转移转的费用是 总经费的60%为上限 那如果你是在购买 这些技术质量的购买 是以经费的总经费30% 最后是参与费 那参与费大家要注意一点 你的参与费必须要跟 跟你在研发过程当中有相关的 例如我要到我的技术的维俄团 去做技术营转 做注意技术的资讯 指导等等之类的 一定要有相关才可以编列在 国内的参与费里面 我们再看它的身体资格 因为它是小型的一个补助计划 所以它的单位是以中小型的 中小企业为主 所以它就是刚刚所说的 你远以下200人 未满200人 这个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就可以 但是我们要怎么证明呢 证明就是你不要提出最近 一起的老保的清单 和托保人数来做证明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确实是中小企业来做 这样的事情 所以以下呢 它会有刚刚刚我说的 会跟完这两个人一起来做相关处理 那另外看到我们来 绿色的这个标准 这个重点 如果你是用联盟型来申请的话 你的计划成员 计划成员 60%以上是中小企业 如果你现在听到最少要三家 那如果三家里面 至少要有两家是中小企业 如果你是四家来申请 你一定要有三家是中小企业 因为你可以找非中小企业进来 但是非中小企业 它的占领总经费的 编列的使用的费用 不能超过总经费的20% 而且不能编列在政府款里面 你只能编在资酬款里面 去做处理 你有因为执行政府计划而 只有中大违约的 或是你有招过停权 还没有付权的 这些是没办法再做申请 再来是你有欠税的 三年内有欠税的 也不能来做申请 我们的补助是不能一与两次的 所以你有曾经有同样标的 这个补助的这些办计划 你就必须就不能再做 再重复或是做申请 另外如果你有违反了 相关的一些 環境保护、劳工或是私立安全 或对盛行障碍 这些有一些法规的规定的话 经过我们中央目的出来认定的话 是不能出来申请 再来是法规上面 你不可以是录制企业 录制是不能申请的 另外外国隐移企业 在台的分公司 他也不能申请 为什么 因为分公司 他并没有单独独立的经营权 他也没有裁决权 他只是一个分支的单位而已 那另外我们在准备哪些文件 以上会有这些文件 包含你年度的水衣、地气算表 那如果你是新存 未满硬的新疮企业 你可能用营业税 甚至保守你住门事业 运营报表来做替代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就是包含你的一些投保的资料 那我因为最主要确定是中小企业 所以你再来是五人以下的 就可以去做就业保险 如果没有就业保险 你可以用自在的保险做处理 那你也不可以欠罪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些生命书等等之类 那再来是各支的一个文件 那再来是研发内容 需要有合作的协议书和草案 那再来是如果是属于公职人员的 跟公职人员的 就像填列这个公职人身份的节奏表 那在其他的呢 如果刚刚讲到说 如果你的社会转型身份 就要再跟这些写的特色记录表 那另外两项 如果是研究射体脊椎动物实验的 或是人体的这个 你要特别提出相关的证明 那才能做处理 那如果你在过程当中 有去跟广固业组合作 必须要是行业别7020 或是你的营业项目是这个 这个广固业组 才能做处理 或者是相关奖项的 一个 或者是这样的奖项 或是你中间企业的葡萄厂商 那或者是你是一些新创企业 包含 女性的 新年的 或者是国家传统产业的 那你的加薪年有在 在两年就加薪有福塔3% 那甚至你有去落实过一些 劳动部的相关的政治法 一些的计划 或者是产学合作2.0的计划 等等这些的 如果你有这些的一个 东西都会成为处于加分的效果 那甚至对社会有贡献的 包含身经障碍 或是高龄产业的 对高龄有用的 或是房在房页的这些 都会列入生 那大概有一种点 大家这些文件 都要加派公司的大小账 那在整个申请文件过程中 你可以通过这个申请网站 去把你的申请表 或是刚所谓立费文件 最主要的Face1 只要叫简报 Face2 要叫计划书 都要上传到这个系统上去 那整个过程流程里面 我们看到第三个 在你找交文件之前 我们会做出面的审查 那委员会针对出面的审查 还有POM的审查 会提供上的意见 所以你们到实质的 会议审查的时候 就要回复 这个委员成为上万千意见 当这个意见通过之后 会经过指导委员会 到中小接触去做合理 那最后做后面的签约 在政府单位是不会去告诉你说 哪家单位是该给你们收费去做辅导 这些你都不要相信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再来是呢 如果是在你签约完之后 发现你的这个补助 已经有获得过去 有过同样的补助 它就会追回你款项 那在如果你有申请过 其他相关的一些政府的计划里面 你必须要去证明说 这个东西跟之前的研发计划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另外是你的回归金 如果你在执行过程三年后之后 这回归金最主要是 要帮循环去帮助以后 其他业界在研发过程中 如果你没有去做这回归金的时候 它可以停权你去做申请 那以上是我们在SDI上面的一个做法 那剩下的是我们的一些的 一个操作的模式 大家可以从里面去做了解一下就好 那如果有些问题可以打这支电话 0800-888-968 那以上是我们SDI相关的说明